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旧公共球场在旧泡京附近 我有听过这个球场 但是不知道它的正确位置 旧公人球场就在新泡京的地址 即是在旧泡京的旁边 建了新泡京 以前是公人球场 公人球场在现在的新泡京 都有进去的 有时也打足球或者篮球 旧公人球场 昔入位于现在的新泡京位置 1958年 在澳门广大球场的基础上 得到各界群众义务劳动兴建 当时大概有2万人是参与的 在同年的8月31日正式落成 旧公赢球场 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球场 有很多活动都在这里发生过 好像 慶祝国庆的活动 跑步 跳高的比赛 甚至乎 学校美术写生课 武术表演 舞醉龙 政府部门的活动等等 这个球场可以说是陪着我们成长 点滴在心头 而它在2003年9月13日 半道去关闸 结束了它45年来的使命 旧公赢球场的每事每物 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间 今天有基哥和苹果才是第一部分和我们聊聊天 我们一起找一些共同的回忆 说回旧的公赢球场 我想大家如果有40岁 有40岁左右 应该对旧公赢球场是会有认识的 苹果当然不在话下 因为在这个球场里面 其实有很多故事曾经发生过 待会我们也会说一个 跟苹果很有密切关系的一个事件 但当时也挺厉害的 现在听我们觉得挺震撼 待会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除了苹果之外 当然还有基哥 基哥你好 好 先祝贺基哥 其实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面 对运动的付出和坚持 我想一个精神已经很值得用来学习 所以最近也有仇婚 所以我们也在这里祝贺一下你 多谢多谢 73岁 是 在球场上中环了多长时间 五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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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去打球 凡是你踢得两脚好球 他都叫我进来游电局 当时我们进游电局打球 真是很有优待 一练球 下午就不用开工 就练球就可以了 不用开工 打了好成绩 游电局 就很好成绩 我打的时候 是连续四届澳门足球联赛的冠军年 连续四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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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苹果你落场了吗 没有 那时候我都可以看他打球 当时还小 当时你还小 当时你还小 那在哪里踢球呢 当时五十多年前的澳门 当时那时候的球场很缺乏 最唯一的地方就是工人体育场 就是旧工人体育场 旧工人体育场 在那时候已经在那里踢 其实我们看到一些相片里面 我们也看到一些味道 当时这一班球队应该是 这班是球队 这班是什么球队 这班球队以前是钻石队 是由一个钻石酒家两个老板 梁琦琦琦自己搞的 所以搞了钻石足球队 这个钻石足球队 这个钻石足球队 后面应该我看到 就是浦经 那时候还在建立 差不多六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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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的 1967年了 1967年了 1967年有浦经 那工人球场 旧的工人球场 是出现先浦经的 是的 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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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工人球场 他现在看起来 现在看起来 才还搭棚 是的 所以如果追溯历史 其实一看一些相片 就知道了 是吗 这个是比赛的时候 这个也是 这个全部都是康乐足球队 康乐足球队 另外一队球队 是的 因为康乐足球队 全部澳门的工人 差不多工人队集中在一起 就是康乐足球队 是的 好的 这个已经建好了 浦经都 前面就开始 已经看到踢球的朋友 是沙地来的 其实以球员来说 沙地的球场 和草地的球场 你们觉得哪一样的球场 会好踢些 喜欢踢些 草地就好踢些 因为草地 草地好踢些 正经踢球 草地好踢些 因为为什么呢 它没有那么伤脚 沙地就比较善一点 比较善一点 比较善一点 而且你要踢久了 你才会遷就 才会 你踢到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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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那些情况了 哦 是不是要技术好一点 要技术好一点 沙地技术好一点 草地 你有没有技术踢就好了 嗯 我听马sir 马哲国先生说 他说我们以前澳门 踢小球很厉害 是 是 每一年的佛制 差不多澳门 都赢过香港 很厉害的 是 当时我们打的小球 跟香港有一打 他来澳门 差不多我们打的七成赢 但是去到香港 因为是踢石屎地 我们又不惯 变成两成 变成五五球 哇 是的 当时我们的小球 总是赢香港的 挺威风的 是的 那时候 马sir也来的 今天他突然间 身体有点不舒服 所以就不要来 跟他谈开的时候 原来我们澳门 以前小球的成绩 是打得很好 是 他自己也说 如果踢沙地 他觉得个人很多 会这样 好了 那我们第一部分 先聊着这里 待会回来 除了两位之外 我们还有两位的嘉宾 会和我们一起 尋找一下 我们自己的共同回忆 好了 接着 罗姐和邱先生 就和我们聊聊天 又一起说 舊的光人球场 那罗姐 我想大家 一在电视见到你 就会想起 舊光人球场 哈哈 因为很长的时间 很长的时间 舊光人球场 和你有多深的感情 很深的感情 我从小在那里大 即是在工会出身 是工会的培养 我在工人球场 在康乐馆那里打球 你打什么球 打冰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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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些记忆平老师打籃球 有的 打冰棒球 有的 打冰棒球 对 50年代的时候 哈哈 还有邱先生 邱先生 为何一定要请你上来呢 因为 大家应该 如果去过舊光人球场 都吃过焗骨饭 焗骨饭 焗骨饭 原来不是你煮的 不是 不过你就是负责人 在茶水埗那里 是 那在茶水埗那里做了多长时间 呃 不是很长时间 嗯 就是五年左右 都五年的时间 是 那五年里面 对于我们澳门人来说 其实都已经有很多回忆在里面 所以我们一起看一下这片 这个是哪里呢 请教一下两位 是不是茶水埗那里 是啊 茶水埗那里 那里就是茶水埗 未建之前的 是 就是茶水埗那样 就是茶水埗那样 就是茶水埗的前身 就是我们接着就可以见到 就是我们回忆当中 我们要入茶水埗 这个茶水埗 的入口 是的 大家还记得 前面是拍了很多电单车 经常阻止我们进去的 是的 还有 罗真是否以前 在这个门口 电单车位那里 那里人很喜欢在那里捉仗棋 后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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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橙台桌楼下 对 在橙台楼下 很多人在那里捉仗棋 那时有人捉仗棋 我们那些帚楼在那里 在那里 在那里做的 在那里 有唱棋 有唱棋 真的很容易 跨大旗盘在那里唱棋 挺容易 是啊 这个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是干什么呢 邮生这儿 排队买票 食饭 当时的服务是没什么的 没什么的 要自作 买一票之后就有 自己会下去又要排队拿 但是都排队了 吃饭时间就有很多人 当时在那个 卖食物的食物部那里 一碗的云吞面是三毫子的 这个是什么活动呢 震灾而卖 是震灾 震灾是 华南水灾 华南水灾 震灾即是仪赛 球赛是足球仪赛 足球仪赛 但是不买票的 为什么仪赛呢 他们捐钱给 捐钱打球 捐钱打球 这个应该是 蓝球 这个应该是打蓝球的时候 那时是 那个球场很简单 是真的 是石屎还是什么 是石屎 但是他也很简陋 很简陋 什么时候开始有灯光 蓝球场 灯光好像是七十年后 七十年八十 灯光蓝球场 是灯光蓝球场 其实当时的工人球场 有很多功能 功能很多 很多功能 还有什么呢 我们一开幕的时候 真的很虚核 很隆重 很虚核 真的有彩奇带队 出场 有九个运动员 是学生 带着我们的工人 那些彩奇 河飘扬 很高兴 又有蓝丝 舞丝 敲起了 很罗顾天天 另外我们的民伟 就打了这些鼓舞 很开心 很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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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球材 很热闹 很热闹 因为他们很忘丝 出来义务努动 做完工后 就出来帮忙 其他社团的学生 也有来帮忙 那时候没有分离我 没有 那些工人 和他们一起 有两万人都参加了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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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时候是这样的 这里就是冰冰球室 你有没有在这里打过球 有 有在这里打过球 我在七十年代 那时候在那里打球 就是在这里打球 对 有没有你的蹤影 这里没有 那时候我已经可能退了 这么快 很久 我都打了很久 你打了很久 很久 我就是代表我没有打球 哇 这么厉害 代表我没有在这里打球 我去过很多地方打 对 不过我自己不太敢说 为什么不敢说 今天就说给大家 真的不好 你很怕她 我去过 印度去过日本 那个三冰杯 四十八岁的时候 都跟三冰杯 就是跟冰重 我也是找 我又去曼谷打 我又去海打 就是这样的 打完老 打完老 现在没有打了 没有打很久 但后期也没有打了 后期也没有打了 其实这些都是你的回忆 很开心的 透过体育 自己可以参与很多五熊 喜欢运动的 地方的比赛 接了很多人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喜欢玩 所以跟他们很熟 今天变成足球 变成足球迷 可以去看球 所以很多人都很熟 足球 我刚才听了 都很熟 每个人都能说出来 待会有两个朋友 会跟你一起聊聊 看你们认不认得他们 好啊 旧工人求成 里面有茶水泡 有卖饭 那些 我周边很多学校 都去那里上体育科 比如说白马行 初时的起步点 都是在那里 有些年轻活动 以前白马妈会带你去参加 现在呢 说回澳门 你说沙地的球场 就真的没有了 基本上 没有 现在有叫 公公塔 公公塔的那个 是临时的 临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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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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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是 是毫工学校 毫工学校 不是开放 毫不开放 毫不开放 现在还有踢马 在那个 观光塔 有 我们老不老有班人去返 那时呢 公人求场 其实很多功能 尤其是当它正式 一个兴建之后 动员了万多二万人 一起所谓义务劳动 开了一幕之后 就开始联赛了 开始了 我们的工人杯 团结杯工人联赛 我们的工会 本身也有球队 有很多球队 他们又在那里 搞成组杯 所以七点钟就开始了 我们的球队 七点开始 就已经开始 毫糟人了 开始比赛了 对 就好像李佛 那些 张木龙 那些 各自有自己的工会 就搞一队 对 就来我们那里 就是邮电有一队 然后警察有一队 他们多数是工会 工会 就在那里搞 理法会 那些理法会 自己搞一队 对 理法会 对 理法工工 我听一些长辈说 曾经在工人球场 有个一场赛事 是有开窗的 哇 这么厉害的 听过说 他 他升了很多 你升了很多 你升了很多 因为他做 他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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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是1994年 工人球场 有一个邀请赛 当时是南伯 对消防队 我当时 拿了休班 就去看打球 你去看打球 是 我们工人球场 看打球 看打球之后 就可能 球场发生了 一些咬嚼的事 当时的观众 什么人都有 远了大路 后来 有人 抓去 我李俊 拼穿了消防 那个投降 消防员 他应该是看球的 那个是 那个是 后备球员 后备球员 当时是后备球员 当时我见过床脸混乱 就是 所以我就拔着枪 我向天开窗示警 后来就平息了 没有事了 罗仔 当时你是在什么现场 我在办公室 你听到那一刻 我听到 我走出去 他那时都已经 已经散了 很短暑的时间 都没有事了 这一个都 我想当时都挺多人 一时 我第一次 90年代 那时是 94年 我记得1994年 其实工人球场 除了踢球 打球之外 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 大型的活动 都在工人球场 曾经出现过 例如我想大家很记得的 八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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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没有记错 是去到02年的时候 最后一次 就在工人球场那里 就是起步的 是 我们记得 就是我们 入电视台 都要走八万行 是 做学生的时候 都走八万行 是 我们排在外面街 是 入不到球场 是 在外面街那里排队 这个就是八万行的时候 真的很许臭 真的很许臭 而且工人球场很高 工人球场 做什么都可以 对 对 好像很综合性的 什么都可以在那里做 例如这个 就是明爱的衣服 是 春节又有那些 茅丹花展 有灯花展 春节期间 就是应景一点的燃油会 嗯 对 没错了 这一张照片呢 我也想考下 在座几位 知不知道是 举行什么的活动 不会 是 看不懂 国家的体操 体操队 没错了 在工人球场那里 我记得 体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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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厉害的 你看多少观众 是 有灯的 那些灯是 那时候才 才臨时搭上去的 臨时搭上去的 臨时搭上去的 还记得吗 这张工人球场 曾经在工人球场 搭上去的 那个座位 是故意重新搭上去的 搭上去的 搭上去的 旧的高人球场 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是在里面的 那在 去到他差不多要退役的时候 我们叫做 在这个球场要退役的时候 我想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苹果 你的感受是怎样 我想回来 哪个球场 落脚 或者说 即是再聚集 球员 又要再想过 即是 因为 这个球场 每个人都很捨不得 由集中地 向这个位置 即是 可以说 不用用电话联络你们 到时都要出球场联络到 即自然就会在那里找到对方 找到对方 是的 这个工人球场很方便 即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的 那罗仔呢 当然不捨得 不过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 我希望展望我们的新球场 继续努力 当然我们是不捨得 有留下很深厚的感情 因为在这里很多球员 大家的朋友 即是很多 认识了几十年 真的几十年 是的 真的几十年 那当然是不捨得 是吗 那跟随着 我又在那时候退休了 哦 你跟随着 高人球场 就同时一起退休了 是吗 当时就 没什么活动 我们一放完工回来 就直接就在工人场那里 正所谓在那里打等 很多朋友 都在那里聊天 有时就踢球 一听到消息 就确实很难过 因为我们总是 真的一放工 就在球场那里 没有其他 那时也没有其他活动 嗯 那变得 一听到说 工人场要搬 就 心情就 比较难过 那今晚在哪 工人 不用说 是球场 不用说 是球场 是 他一个眼色 工人 就是 这个就是你们以前的默契 是 生活的默契 是 那些球员是这样的 邱先生 你是查水报 是吧 那你又会不会很不捨得呢 是很不捨得 但是没办法 他还是要发展 所以都要面对一起 其实呢 真的不要不捨得 以前留下来的 烤骨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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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牛空 就是牛尾通 很出名的 那些人用面包 就这样点例吃的 是 游去餐 以前真是这样 是 以前真是这样 我们看看这张照片 其实是在当时 知道高人球场 旧的高人球场 要先搬 就有一系列的比赛 这个是其中的一场比赛 在2003年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名人籃球赛 这个 这个籃球赛 大家应该看到 有些大家熟悉的面孔 比如 刘庆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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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呢 都是其中 系列赛事里面的足球赛 那听过 这场足球赛 是爆了 因为当时是香港的一队足球队 神禧的足球队 来澳门就和澳门的人 足球邀请队 就是比赛 这一刻呢 你看多少镜头对着呢 就是工人球场 是 那时没有完整的什么 那个太极的表演之后 就出来了 是 当时有几百人的表演太极 是 然后呢 就将工人球场的排便 我们叫做 是 那就 搬过去新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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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就是这样的 是吧 就是很多时候就会 因为时代的变迁 很多的环境的改变 就会有很多 我们共同的回忆是慢慢消失了 但是回忆是不会消失的 只不过地标消失了 但是美奥的回忆 其实都还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是 一讲起的时候 不单止我们这几位的嘉宾 我们所有的CAMMAN哥哥 刚刚过了40岁的那些 都可以大家一起讲 是啊 你们很多同事 很多同事 是啊 可以作职的 今天很多谢 很多谢这么多位 和我们一起回忆了大家的集体回忆 就是 救工人球场 希望你们的友谊 继续可以发展下去 好不好 多谢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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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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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